观众朋友我们刚刚收到最新消息 近期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无预警的攻击 而且是陆海空立体式的入侵 而刚刚稍早的以色列的国防军最高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 这个哈马斯的政治领袖辛瓦 已经在上一波的以色列空袭当中丧命了 根据了解呢 这是他们针对无预警的空袭过后 进一步实施的报复打击 直接命中了这一名最高领导人辛瓦在加萨走廊的住所 所以他现在也确定这一名最高领导人辛瓦 也已经死于空袭当中 而根据了解呢 辛瓦其实已经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分子 早在2015年的时候 而他也被以色列方面指控 这一波恐怖袭击当中就是由他任职总指挥的 而根据以色列国防部的最新讯息显示 他们也认为南部目前被入侵的社区 他们已经夺回了 而且已经获得了控制在短短的两天之内 不过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好奇 为何哈马斯开火第一天就可以发射5000多枚的火箭弹 同时20分钟之内通通朝以色列发射进行饱和攻击 而大家不是说其实哈马斯在过去几年民不聊生 经济陷入困境吗 到底哪里来的钱可以购买军武呢 现在呢 以色列方面他们的情报直指 武器来源很有可能是从埃及还有苏丹走私进来的 不排除呢 是叙利亚还有伊朗方面偷偷私底下提供给他们 甚至有专家还很忧心哦 哈马斯手上还有可能拥有万枚以上的飞弹以及火箭炮 对于以色列来说都是威胁 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先锋持枪闯入以色列南部的军事基地 试图切断以军的战场通讯 同时间后方还有大批的哈马斯 跨过边境渗透到以色列的境内 同时还发动空中支援 哈马斯公布这段影片 他们发射多架轻型的无人机 目的就是要配合火箭进行饱和轰炸 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火箭持续朝向以色列发射 哈马斯想要以量取胜 瘫痪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防空系统 夜空中笔直飞来的就是哈马斯火箭 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克隆 铁充防空系统发射飞弹 能够追踪搜索目标 呈现不规则撞的弧撞轨迹 不断地拦截火箭 但是哈马斯手上到底还有多少火箭 令以色列亚裔的是被封锁多年的哈马斯不仅开火的第一天 就发射了5000枚火箭 后续还有库存不断的追击 专家就认为这些火箭大多是结构简单的卡桑火箭 是在加萨自行生产 但是哈马斯手上还是有不少的精密中程火箭 到底是哪些国家跟组织在背后秘密援助 以色列一边向哈马斯正式宣战 一边也要追查究责 提供宣布导 而刚刚也提到激进组织哈马斯 除了进行空袭瘫痪了铁穹之外 同时地面上他们也无预警的进入了以色列国家的边境 甚至还绑走了音乐器上面开心狂欢的男男女女 根据了解呢 网络上流传的画面就有一个是 中国籍的华人混血女大声 被绑在机车上带走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他说也有可能有美国的公民被挟持 这些武装分子呢 卢总女大声 卢总美国公民 或是世界各国其他国家的公民 很有可能要拿来当作筹码 还有人质 而且目前呢 外界也担心哈马斯 就是拿着这些人质来威胁世界各国 来争取更多的时间 而未来这也会成为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如何应对哈马斯激进组织 非常困难的问题 一大群人尖叫奔逃 以色列音乐节 遭到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哈马斯民兵闯入 现场有如大逃杀 接连枪响后 有多人被挟持 其中一名就是这位25岁的女大声诺亚 她被人募集遭到哈马斯用机车载走 诺亚的母亲其实是华人 而且她还是在北京出生 目前以色列的华人圈也发起对她的声援 至于另外这位以色列父亲上网看到妻子和两个女儿被抓 也在镜头前恳求哈马斯赶快放人 交集的以色列家属塞报警察局 他们还主动提供DNA 希望能进行比对找回失联的清诊 现在以色列军方被质疑反应开门 就连仰赖以色列情报的美国 也有人被掳 现在流落加萨各地的以色列人 只恐怕都成了哈马斯谈判的筹码 如果局势恶化 哈马斯甚至可能杀害人呲 该怎么在反击中营救 也成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难题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而过去面对巴结组织 或者是哈马斯组织的攻击 以色列都是加倍奉还 所以这几天在加萨走廊 也是饱受空袭清洗 就有半导电视台的女记者 在跟主播连线的时候 忽然之间后方的建筑物 被飞弹击中 把她吓得花容失色 半导电视台女记者正准备开口 没想到下一秒 一枚飞弹不偏不已 击中后方大楼 巨大声想让女记者吓到尖叫 记者受到惊吓连声音都在战斗 因为她人就在加萨地区 以色列正对当地发动猛烈攻击 当地时间八号这波空袭 就是以色列宣战哈马斯后的一波行动 加萨地区至少四百二十六个建筑 直接被摧毁 当中包括这栋国家银行 也遭到飞弹击中 不只窜出火光 尘土飞扬 地面还被直接炸出一个大洞 以军空袭不断 加萨群众惊慌逃窜 不过过去四十八小时连番轰炸 似乎只是前菜 欧美国家接连表态力挺以色列 美军更以实际行动助阵以军 美国防长奥斯丁最新声明 表示已经调派核动力航母 福特号打击群前往东地中海 福特号是美军最先进航母 随行的还有四艘驱逐舰 以及诺曼蒂飞弹 巡洋舰战力强大 尽管美方说不会直接出手 但渴望贺阻蠢蠢欲动的周边国家 TVBS新闻 怀生报导 而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一巴冲突 目前两边之间是全面开战的 这也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了战争的阴霾 但是阴霾当中也可以看到可贵的人性 特别在以色列居住的台湾人 就发现到非常多的以色列民众发挥了爱国情操 有些人从国外赶赴家园要来捍卫国家 同时在医院里头捐血的民众也人满为患 他们希望可以捐出自己的热血 帮助自己的同胞 放眼望去整个广场满满人潮 就在以巴战争发生当下 照理应该是空荡荡的特拉维夫街道 但当地的台湾民众案却看到这样的景象 到了中午的时候 那边就突然变得非常非常多人 是满满的人 然后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他们都是分工合作 几个帐篷之下挤满了人 外围也还有好多民众正在等待 地上纸箱满满的罐头饼干 都是以色列百姓 自发捐给在前线打仗的士兵 小朋友们拿起彩色笔趴在地上 画出简单却温暖的笑脸 民众也写下对士兵们的感谢和祝福 就连医院也是人满为患 也很多朋友就是赶快到医院去捐血 然后甚至我的朋友是去医院 但是人太多然后排不到 他们打算隔天再去拍 安也提到因为前一晚独自面对一连三次的空袭警报 他的以色列朋友特别关心陪伴 但在接他之前想跑一趟医院捐血 只是医院大爆满 大家都要捐排队排不到 决定隔天再跑一趟 所有民众想法都是一样的 能够看见这样的景象 内心满满感动 因为其实以色列政府正式向哈马斯宣战之后 百姓依旧戒慎恐惧 路上气氛依然低迷 空旷的街道还是有几个街边角落 出现温暖景象 医院的捐血民众 广场的一箱箱祝福 也让外界看见 以色列人在患难中的团结一心 TV优伤 吴奎言 中文宣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事实上中东向来都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紧张 那么宗教跟族群冲突特别多的一块地方 百年以来都没有办法解决 如今又爆发了如此严重的全面开战 今天我们现场就邀请到我们国际中心的记者 郭田来到现场 郭田晚安 嗨 主播早 主播晚安 晚安 晚安 是 郭田其实我们知道过去 按照你从事国际新闻的经验 还有你自己本身也有曾经去探访过以色列 这一次我们都知道过去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 但是现在两个地区可以说是全面开战 事前有饥可循吗 其实事前当然以色列好像觉得没有饥可循 这就是他们这次感觉非常的仓促 非常的猝不及防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追究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迹象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长期以来 其实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机怨就是非常非常的久 因为呢 以色列一直以来他们一直不停不断的扩张他们的占领区 囤垦区这些地方 另外呢他们对加萨走廊也是他们想要封锁就封锁的状态 那后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以色列其实从最近几年开始 一直是很想要积极的 想要跟中东的其他国家一起来 就是建立比较正常化的关系 像是卡达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地方 那另外呢今年其实纳坦雅胡 他也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说呢 以色列即将是要在美国的中介之下 和沙烏地阿拉伯来进行他们的外交的和平协议 那当然这就让了巴勒斯坦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巴勒斯坦其实一直都是靠这些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来帮他们撑腰帮他们说话 而且尤其啦当然是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很大而且权势也很大 也是产油国来帮他说话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连最后一道防线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也快要被以色列来关系正常化的时候 当然这个巴勒斯坦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哈马斯这次呢发动这样的战争 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有机可学纳 确实就像国田所说的这个巴勒斯坦 像是我们刚刚新闻之前也有跟国田来请调 其实巴勒斯坦他们一直非常希望能够来建国 但是随着看到原本过去阿拉伯世界 停他们的老大哥 慢慢慢慢跟以色列越走越近 又有人视为这一次攻击呢 就是他绝望之下的致死地而后生 但是在这边呢 其实任何的暴力行为我们都是不鼓励的 但是遭遇攻击的第一时间我们有发现纳坦雅胡呢 非常及时做出反制 甚至还对全国的国民说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战争还会打很久 还启动了这个基本法40条 同时目前以色列的动员状态又是如何呢国田 好这个基本法第40条 基本上刚刚呢有跟主播聊到 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这个动员勘乱的条款 因为呢基本上他就是要赋予军队更大的权力 像是呢他想要让军队可以自由来做决定 也就是说他平常其实很多事情不能自己下决定来做 但是他现在士兵呢只要觉得他自己判断 觉得OK 那他就询问长官之后 长官同意之后 军队就可以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就是让军队的他们的权力来扩大 让他有办法来进行作战 那说到动员呢 其实动员的部分 现在大家也知道以色列是全民皆兵的状态 那目前呢现役的军人大概是13万位 那另外呢他们也长期的是有后备役 那后备役大概是46万位 那至于他们目前到底动员了多少 其实我们目前并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他们目前大概是有60万的军力 是有办法来动员的 确实就像国田所说的 现在呢其实目前 以色列的兵力还有很可能在高度的集结当中 后续的情势恐怕会不会越来越扩大 这就要看呢 国际社会是否有办法介入来调停的 不过另外一方面 我们线上有很多网友就说 这一次哈马斯20分钟之内发射了5000多枚 弹如雨下直接攻破了铁穹的防空系统 又有人想到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如果同样遭受到5000多枚的飞弹袭击 我们又该如何反制我们的防空系统 能够抵挡的了吗 事实上过去呢 《华盛顿邮报》也曾经揭露过台湾呢 飞弹密度防空飞弹密度 其实是全球最高的 按照这个飞弹的配比对比中国大陆沿海的这些飞弹 大概是两枚防空飞弹 对比到对岸打过来的飞弹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继续请教国田 国田我们知道您过去自己 自己支撑一人 前往到以色列 我们都说以色列是全民皆兵 因为他们处于一个族群冲突特别多 宗教冲突特别多的一个地区 那在当地你感受到什么样的氛围呢 好我当时呢 其实我是在2019年2月的时候 我是自己一个人去以色列大概7天的时间 那我主要去的地方 其实大家就跟 其实台湾的旅客会去的地方 其实差不多啦 大家都是先从这个台拉维夫 特拉维夫这边飞进去之后呢 再往其他的地方移动 那我当时呢是在这边 然后之后再去了耶路撒冷 然后再前往他们第三大城海法 那其实我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他们其实路上就算是和平时期的时候 他们在路上也是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穿着军服的士兵 而且偶尔呢 他们也是会拿着枪到处来走来走去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他们就是会拿着枪 这样走在路上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那当时呢我记得我从耶路撒冷要前往这个海法 北上的巴士搭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旁边呢就做了一位以色列的士兵 那当时也是非常的新奇啦 但是呢你就想象当你在做客运的时候 你如果突然发现你旁边的人是一名士兵 而且呢他又拿着一把非常非常大的突击步枪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紧张啊 那所以我整个全城呢都是不太敢乱动的状态 那后来呢 我也有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啊 其实也可以路上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士兵 那后来我曾经 其实耶路撒冷的旧城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敬畏分明 就是不同族群住在不同地方的一个城市里面 那我们当时呢 其实好像快要走进 从犹太区走进一个 例如说阿拉伯人住的地方 那当时我在外面 就被两个以色列士兵用枪来挡下来 他跟我说不能再继续往前 但是呢 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 就是一听到以色列就觉得 以色列是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 但是其实 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战争开打之前 其实和平时期呢 以色列其实并不会让你觉得很危险 而且尤其是治安 你会觉得 治安其实好像又比欧洲好了一点 是 就是像国庭所说的 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城 各个宗教的圣城当中 可以看到族群跟族群之间 近未分明 不过呢 以巴的冲突呢 向来都已经埋了百年以上了 当初英国推出殖民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来协助保兽二战过后 非常非常急欲希望建国的这些犹太人 慢慢慢慢的人民都移了过去 可是没有想到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会埋下了如此长远的冲突 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好好来解决 那我们线上呢 有很多朋友像威廉就说 以色列自己对阿拉伯人也不那么友善 抢了土地搞了囤肯区 同时呢也设下很多规定 也会让很多巴勒斯坦的人呢 对于跟这个犹太人要如何共存共荣 产生很大的疑虑 族群之间也是彼此不信任的 那么呢 还有老刘也说 以色列的情报局要下台 确实外界也很不理解 为何向来以情报精准世界为名的以色列 这一回没有预料到哈马斯 居然会发动这样的攻击 同时呢 大家也在一同来讨论 中国大陆究竟沿海 有多少的巡异飞弹 那么会对台湾发动什么样的攻击 但这样假设性的问题 日后我们请到更为专业的军事专家 也带大家一同来剖析 究竟台湾要如何自我防卫了 不过现在呢 有很多的以色列人现身说法 他们遭遇这血色的一天 哈马斯的部队无预警的穿越了边境 直接来到他们的社区 他们说身边有亲朋好友 只是出门晨跑就躺在血泊当中 再也回不了家 同时也有人看到车牌上面是阿拉伯数字 那么车上的人见人就开枪 回想到这可怕的一幕 依旧余计有存 街道上整排轿车被烧到只剩骨架 另一边还有车子 车身满是弹孔 玻璃碎裂 居民们打起精神 无奈修复家园 但想到当时状况 心情难以平复 前所未有的恐惧 就发生在以色列城镇 遭到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突击 造成多处死伤惨重 天空中不断传出巨响 多枚火箭朝着以色列南部城镇西来 街道上充斥着以色列军队 有居民说朋友早上跑步 就不慎被哈马斯杀害 街道上还挂着阿拉伯文车牌的吉普车 看到人就开枪 直升机也忙着来回运送伤患 所有人被吓得不敢出门 外头更是枪声大作 还有居民说听到口部分子闯入其他房子大叫 这个现场弥漫紧张和不安氛围 还有观光客回忆 当时在耶路撒冷 看到火箭袭来 搬机也多有延误 观光客们紧急搭机离开 居民们更是无处可逃 只能祷告 这场梦魇尽快结束 TPP新闻综合报道 好 确实目前首批撤回的台湾游客 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 已经抵达国门了 他们也有感而发 在以色列遭遇战争 他们才发现原来战争离自己这么近 他也觉得在台湾的生活过于安事放松了 而同时各国国家也开始撤侨 像是欧洲国家也派出了撤侨专机 而同时外界也很希望 国际社会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介入来调停这一次的全面开战 但是呢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 第一时间的开战宣言 也提醒他们的国民 要有长期战争的心理准备 所以看得出来呢 纳坦雅胡呢 要来攻打哈马斯的 这样的意念是非常非常坚决的 所以现在国际还想请教 国际社会现在希望可以介入调停 到底是机会渺茫 还是有一丝希望 好 那现在我们其实刚刚稍早 我们就有掌握到最近消息 看起来是有一丝希望的 那我们最近消息呢 是说在那个关于卡达的部分 的确卡达有机会是和尾巴来中介来协调 让他们看有没有机会来进行换球 那其实卡达这个国家其实非常的妙 因为卡达最近几年其实把他们自己这个中立 这个调停的角色 其实他们的可以说是广告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呢他不只是和西方是不错的关系 另外他也和一些比较保守派的一些阿拉伯国家 也是关系也是蛮好的 像是呢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几天前 其实那时候伊朗释放了几名的美国的 关了很久的囚犯 其实当时呢也是来靠卡达来中介来调停的 那这次呢的确是还有机会 来达成这个关于巴勒斯坦他们哈马斯的诉求 就是说他们希望呢以色列可以释放了 非常大量的在关在以色列里面的巴勒斯坦的政治犯 好那关于其他调停的部分 其实除了卡达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因为呢其实稍早呢 联合国也是开了安理会的紧急会议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后是并没有通过一个 非常重要的决议出来 也没有呢一个强制性的决议出来 主要呢就是因为其实安理会的国家 并没有所有都团结在一起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些国家了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是 当然是他是谴责哈马斯嘛 那另外换像是美国呢 也是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哈马斯 那他是非常非常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像是中国啊 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 这两个国家其实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嘛 那他们两个国家其实第一时间 他们在这个安理会的会议上 也是他们强调说 呼吁是马上来停火 那但是他们并没有选边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这样的讲 其实有可以说是有一点点空泛的说法啦 就是说大家停火就好啦 但是我们不需要来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安理会自己 也是瞧不拢的状态啦 就看起来安理五国当中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有点道德劝说可是你要我们进一步谴责吗 要派出维和部队吗要做什么吗 他们似乎是按兵不动的态度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国际社会呢现在安理会目前都还没有做出一些决议 甚至呢美国在话里话外也暗指呢 其实有其他的国家似乎呢没有积极的表态 而中国大陆外交部呢也有发表声明 但是声明当中他们只强调任何针对平民的攻击 他们都是反对的 但当中呢其实有进一步提到 解决这个尾巴冲突的关键 就是要来建成两个国家的关系 这看来呢国际社会这边的调停还有得吵 那卡达有没有机会成为这中东的和氏老公道伯 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掌握 但现在各国政府呢更为着急的 就是如何营救当地的公民了 特别是泰国的部分 根据了解呢泰国官方公布 目前已经有12名的公民遇害 还有11个人被绑架 欧洲的塞尔维亚机场 这群旅客刚从以色列的第二大城 台拉回复历节归来 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 CNN指出距离边境加洒走廊30多公里 还是能听到许多爆炸声 因为以巴窗头升级 都国取消往返以色列班机 在塔拉维夫机场要离开 得大牌长廊抢票 入境区则变得空空荡荡 还多了这项告示牌 下飞机之后呢 在显眼的位置 一路都能够看到 非常明显的避难所的标志 目前进驻以色列班机 几乎都是撤侨专机 像是这班保加利亚政府的专机 让顺利离开的保加利亚国民 激动的开心挥手 还有波兰派出C13栋运输机 前往以色列救回自己的国民 另外乌克兰总统曾恩斯基表示 有两名乌国公民在以色列被杀害 泰国也证实 目前至少12位泰国公民遇害 11人遭绑架 泰国政府呼吁释放百姓谴责暴力 另外北京当局提到中方立场 是推进两国方案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以巴冲突已经波及多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TVBH游车陈永文综合报道 而同时中东离台湾虽然很远 但是已经有很多投资人开始担心 会不会重演当年赎罪日战争 导致的石油禁运 石油危机再度重演了呢 那不晓得国田根据你现在的观察 阿拉伯世界的反应 那么石油危机真的有可能机会再度上演吗 刚刚你讲到说石油禁运 我想是可能性会比较低啦 因为毕竟跟50年前来讲的话 其实以色列跟其他中东国家的关系 已经改善了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不会说他们可能动不动 就把他们进行石油的禁运 那当然呢对油价的影响 因为毕竟事情发生在中东嘛 所以对油价的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那我刚刚是有收集到了数字 就是说呢在开战前一天 10月6号的时候呢 布兰特原油它的低点是落在了83.86 每桶83.86美元 那开战之后呢 最高是来到88.88 那其实是将近6%的涨幅喔 那但是呢 接下来要看这个油到底会不会继续涨 一个关键喔 其实那我们先厘清啦 就是以巴这其实就是不是石油的生产的地区嘛 所以呢当然直接的影响是没有的 但是呢接下来就要看会不会这个那个战争的扩大啊 或者是它时间的延长这就很重要 会不会影响到 例如说波斯湾国家这些重要产油国 他们接下来的发展的关系喔 所以呢我们 我们就是可以看到 像是后来啊我也有在路透社看到就是呢 他们报导说其实最近会有一些投资人一看到开战之后呢 就赶快跑去买黄金 是因为黄金比较稳定就拿来避险的作用嘛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况 嗯确实喔 所以整个投资市场呢 其实喔 钱还有这些外资 还有这些热钱是非常非常敏锐的 同时呢感受到了战争的苗头之后 资金立刻把很多的部位都放在了 避险性比较强的黄金上头 而且就像国天刚刚所说的喔 这一次呢其实整个环境还有时空背景 跟过去已经不大相同了 而现在呢其实很多阿拉伯国家呢 跟以色列的关系也不如同50年前那么剑拔弩张 甚至呢刚刚国天也有分享过 甚至还有这个建交的可能 所以接下来呢 如果阿拉伯国家能够维持他们克制的态度 那么不会再扩大牵连到更多的国家参战或是站边的话 国际油价石油危机还有整体的金融秩序 可以稍微的松口气了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你现在的样子割装 如果非常三不bros 如果我上一次林建坡 可让你感觉